Chanxi的十年特别计划 为了要感谢他们Chanxi的观众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推出了Chanxi十周年特别计划的系列单元 走出国外要跟他们Chanxi的忠实观众朋友们见见面 让观众可以感受到蔡康勇的机智幽默发问 还有小孩子的斗许疯狂主持风格 在围起一个月的讨论还有找出适当场所 我们邀请到了非常多重量级的大来宾 就是要粉丝们观众们一次看着爽看着开心 康西亚的十年中得到了观众的回响 并且做出许多惊喜的事情 并且邀请过许多素人来宾来到节目中 成为瞬间的抱负人物 而上次咱们邀请到罗志祥还有林志盈 你们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 错过了上次的大明星 真是千万别错过了 康西亚的十年特别计划 It's show time 你们还不快点做好 康西要开始了 让我们欢迎节目主持人 乃哥 对不对 现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 今天是康西特别计划十周年 对不对 所以今天就要bonus各位粉丝来到现场 为你们谋福利给予一个掌声鼓励 对不对 不过啊 大家的眼神好像还是觉得很怀疑 对不对 觉得我们因为这个特别计划呢 是整人节目 对不对 是整人的一个计划 对不对 我们节目这么有质感 怎么可能整人呢 对不对 为了要排除大家的疑虑 好不好 我现在呢 就下去跟大家互动一下 因为气氛要嗨嘛 对不对 好 好 现在不过说啦 我先下去跟大家玩这个波浪舞 好不好 看一下大家情绪好不好 好 我现在呢 大家跟着我走啊 我跑到哪边 你们就跟着一起波浪舞 我组123 go 一起走 123 go 好再回去 非常好嘛 对不对 这种感觉就对了 这情绪就对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你们的尖叫声好像已经停下来了 对不对 因为它接下来重要的时刻要来了 对不对 你们尖叫声不够大声的话 主持人他是不出来的啦 再大声一点 好 我们马上欢迎主持人 陈汉典 大家好 我是陈汉典 陈汉典你在干什么嘛 对不对 你不是个咖嘛 对不对 我们节目时间有限 对不对 好不好 我要赶加拿大的飞机啊 好不好 陈汉典不要再拿了 好不好 让我们欢迎主持人蔡康勇跟小S 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康熙十周年的庆典 康熙当初在2004年播出的时候 绝对没有想到这个节目能够撑到十年 而各位见证到了这个难得的时刻 因为我不认为会有下一个十年了 所以我们大概就这个 在座的各位据我所知都是来自各大学的同学们 所以有任何人超过25岁的请举手好吗 不要害羞 没有 所以没有人超过25岁的意思就是 康熙开播的时候你们都还是小学生 康熙开播的时候你们是以小学生的立场 看这个节目的话 这件事实很难被等一下要出场的那个人接受 他脑中不会想要浮现这个画面 就是他已经是大人了 而各位是儿童 这个事情对他来讲震撼太大 可是我想 我跟他合作这么多年以来 他有办法面对各式各样的人生风浪 各位同学我们一起欢迎我多年的搭档 小S 你刚才前面你刚才前面是说他们看抗档 当时的时候是小孩然后我已经是大人了是不是 不然呢 难道我跟你搭档组之后你是儿童吗 所以你言下质疑是要讽刺我年纪大是不是 不要这样讲其实那时候我也是小孩嘛对不对 而且尘寒一点我们节目也就一小时 你前面播浪舞然后又在那边无聊脱口秀已经占掉15分钟 因为可以剪掉嘛先让同学嗨一下好了 这比较重要 你不是要去加拿大吗 不是我现在订不到临时去太难去了对不对 可是我还是留下来跟大家互动比较好 S跟我希望你去北极 北极 那你帮我订我就飞嘛对不对 我是订得上啊因为我联络旅行社吗 先别好先别好 所以同学们看到我本人有觉得是少年年纪的女人吗 谢谢 对啊 看得出来我生了三个小孩吗 我觉得看我要我多细 我觉得你最近是不是很缺乏人间温暖啊 对 连这种取暖的机会你都很珍惜的样子 我如果不是要录康戏我就会一直待在家耶 跟我老公两个人 出来透透气也好 然后见一下各大学的同学们 那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十周年庆典 我想当初你也没有料到我们两个会议合作就合作超过十年 是 如果先告诉你会十年你会愿意接这个节目吗 如果是跟你我愿意 可是后来冒出成 你真的好甜蜜哦 如果是跟你做几年我都愿意 可是我希望你就是没有他 怎么录嘛 怎么录嘛 我们也是一个意外嘛 对不对 因为本来当时B2是说他只是来稍微 对 我怀孕的时候保护我一下 对对 照理说我小孩生完之后他应该要消失 结果后来就屌了呀 他自己 我知道啦 反正 反正我看到同学对你的反应 我相信你也渐渐拥有了一些知情的人 所以希望你也享受这个舞台 谢谢 那 好 我跟S一起主持康熙来的这十年来呢 遇到了一些令我们感到很奇特的状况 我们现在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看一下 影片当中我们遭遇到哪一些状况 康熙十周年 康熙最惊奇 你们知道有谁在咱们的康熙 做个令人意想不到又蓬富大笑的事情吗 你不要趁机偷窺好不好 就帮她剪啊 两个就不觉得好 好帅啊 两个 谁要伸出来 你怎么突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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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 在这么多惊奇的人物当中 今天到底是谁会来到咱们的现场呢 双声 公认 陪大家一起看完刚刚的影片之后 我觉得 我们节目很无聊 不是 我觉得我们节目好荒谬哦 这种节目也可以做十年 有的时候是 S跟我自己也没有料到 我们当时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不过就做了 那幸好当时跟现在不一样 我们是在摄影棚里面录制 所以如果有什么真的非常太受不了的事情 我们可以把它剪掉 那像今天如果我们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就会被各位所看见 尤其在网路这么发达的时代 你们用手机拍下来的话 我们就死定了 所以呢 等一下那位出场的时候 麻烦你就是镇定一点好吗 不会 我认识他太多年了 我不会做出太过分的事 OK 而且我不管做多可怕的事都不会有 比他自己现在经历的事更可怕的 你懂了 而且你知道今天 来参加康熙十周年庆典的明星也蛮多的 可是这位老兄竟然带了很多保镖一起 他最近需要 所以最近派头很大是不是 不过也需要让他安心一点 那我想他出来看到各位同学的时候 会非常的高兴 当初他最早来到康熙的时候 X跟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有一天会成为能够侃侃而谈 那发展出了这么多变化的歌唱风格 嗯 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贵宾出场吧 欢迎 习近 哎 真假的 太好了 赵一腾2007年参加歌唱节目 接管而报名 2007年第一次光临通曦 画手的个性 让康熙SN直呼相当难访 并在2013年获得第24阶 进去奖并加国语男歌手 不要吃药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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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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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真的 今天很多他的粉丝在我朋友这样子 帅呆了嘛 对不对 徐西弟 蕭敬成来康熙那么多次 他好像没有成为你下毒手的对象 因为他在我心中是以歌唱曲 是很外形的话我比较不会多留恋 你讲这话很危险耶 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好奇过 比方说很多人当刚开始的时候 不管是走文艺路线 或者是走创作路线 他们就觉得身材没有那么重要 可是渐渐的随着粉丝的要求 他们就会去练肌肉 肖先生你有你有做这件事吗 我没有练 我本身就练 身材还是有 真的啊 做的本身就有 他 我没有特别练我 我小时候就有 你是天生是精壮型的身材是不是 不是啊 因为我瘦 脂脂肪很低的那种 对很瘦 可能男生有一些 肖先生刚刚这句话 是在挑衅小S吗 是不是 不是啦 想瘦一下吗 不瘦 想瘦一下 所以你刚刚那句话是说 你几年来 我没有特别练 我没有英语的 但是天生就有肌肉 所以你每次来上康信 是不是都很失落地离开 不会啊 因为我都没有跟你聊到肌肉的事 不会 我不会 主席弟 我觉得 十周年 我们不应该再让肖金城 失望地离开了 对不对 刚才美梦成真啊 可能啊 不可能什么 不可能 被我崩吗 摸 你刚才说的不可能 是不可能脱衣服还是被我摸 你要摸啊 摸哪里啊 他先看 你能够允许我摸你哪里 我怕你摸不太出来啊 因为有骨头啊 我有一些骨头啊 你里面没有偷穿肌肉装吧 肌肉装有 谁会做那么丢脸的事啊 肌肉装也是薄的 早期很多男友像会穿肌肉装啊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谁 不要唱 有多早期啊 肖敬腾身长不露 小孩子要求私下加面具 那我就摸了 如果他不记得吗 啊 啊 啊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这位子啊 可以吗 有点痒 哎 怎么样 他至少六块以上耶 真的吗 好 你为什么身长不露啊 你为什么身长不露啊 你是秋杰伦吧 把你的面具吃下来 好 那我就摸咯 如果大家不记得吧 啊 啊 怎么 怎么办啊 不要那一次 我可以吗 有点异样 哎 怎么样啊 他至少六块以上耶 真的吗 你为什么身长不露啊 你是周杰伦吧 把你的面具撕下来 不是你 你怎么会有那个东西 如果你没在练的话 没有啊 因为可能瘦吧 瘦的人好像 瘦的人天生会有一些腹肌 可是好像没有办法形成那么 结实的状态 对 所以你在演唱会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把衣服 你怎么样 你要脱更多吗 没有啊 所以当初 如果 肖静腾来的时候 其实我跟S都还记得 你刚 你刚大胆一口气 什么 什么时间 压力很大吗 等一下 我很好奇 多久没有人摸过你腹肌了 没有人会摸我腹肌啊 你说连女友也不摸你腹肌 就没有女友啊 以前的女友总会摸腹肌吧 因为你不是说你一直都有肌肉 会不会摸我想一下啊 可能那时候也没有特别强调什么 所以 不会特别摸 他没有女友 他为什么要对记者说 他希望第一个小孩是女生 原因